海上卫士提供给台湾 特别的是这款无人机 美军过往是只有提供给盟邦来使用 对此专家解读 在中美日抗对异之下 主要目的是在于强化第一岛链防备 但是关键人得看美军是否提供全球卫星 以及武器搭载 才能够发挥超长城征搜 而国内立委是一致感谢美军澳元 但是也提醒支持之余 是否应该要思考 两岸之间有更智慧的处理模式 美军官方YouTube展示MQ-9先进无人机 优异性能 其中一款衍生型搭载全新海面 搜索雷达的海上卫士 传出将正式军售台湾 据指出美军有意售出四架 海上卫士总金额高达6亿美元 此项目飞弹具有征搜以及打击功能 最远航程甚至可高达1.1万公里 胜出台湾现役无人机 但能否发挥超长城征搜功能 专家指出关键人在于是否可以取得美军的全球卫星使用权 此外是否加装武器也得看美军是否允许 最快将会在9月份送交美国国会审议 感谢美国愿意提供台湾武器 对内来讲身为执政党 其实应该要思考说 他有没有更有智慧的方式来维持两岸的和平 俨然成型的中美对抗两强之间 台湾选边站如何取得最大利益 端看时政当局如何拉扯三方距离 最沉沉张绿轩台湾道